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蒋川 今天我跟史大师为大家讲解的是 总决赛的决赛的对决 对阵的双方是赵欣欣特技大师 对阵武俊强大师 熟悉我们象棋世界栏目的朋友们 可能对赵欣欣特技大师是并不陌生 他呢是由外号是六脉神剑的美誉 说明他进攻非常犀利 往往在重大比赛当中 就是用自己的进攻为自己获得好成绩 而黑方的武俊强特技大师呢 是一位新秀 这些年他是原来是河南人 这些年代表四川队 他也是一位非常努力刻苦的棋手 他这几年的成绩也是稳中有升 每年都有进步 现在这次比赛当中呢 他也发挥的非常出色 这里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的比赛的背景啊 比赛呢这次是在平阳温州 就是浙江温州平阳举行 平阳呢有我们著名的象棋百岁七王谢霞先生 他当时其实运用就跟象棋结缘 然后呢利用象棋就是去南阳 金中报国应该说去南阳 为我们抗日战争就募捐了大量的经费 应该说也是为象棋做出了很大的 为我们那个抗战事业也做出了一点贡献 当然当时我们的一些伟人 也都是跟他有象棋上过招 现在就是在谢霞逊老师的碑灵上面 就刻着我们的周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跟他下的棋举共输国难 当时下的也是非常精彩 应该说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纪念 对 而且的话他把这个象棋呢 提升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层次 对对 以棋报国 是是是 对 我也很荣幸我跟他是一个市的人 我老家呢是温州市 所以这次平阳能举办这样的比赛 我也很高兴 我也很幸运地参加到了最后的总决赛 很遗憾自己的表现不太好 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 当然我想随着在这样的比赛越来越多的举办 我想我们棋手也能得到更好的平台 然后象棋事业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名山对决呢 我们以前朋友们如果关注就会知道 它是分的分战跟总决赛 每年会举行一次 一年分四个分战赛 每战的前三名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 总决赛呢 总共是十二位棋手 这两位棋手呢 都是在十二位棋手的淘汰赛当中 历经脱颖而出 现在我们就看看 到底最后的决赛是谁会获胜 好吗 等于说这一盘棋就是谁 如果谁能胜出 谁就是王者 对对就是王者 红方呢走了是向三进五 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 赵欣欣有出卖神剑的美誉 是形容他进攻非常犀利 当然这些年他也飞向 他先手的飞向布局也增多了 这个应该说他的西风比原来更加全面 就刚柔并进 黑方呢走了炮二平四 炮二平四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下法 在之前的对局当中 印象当中武俊强如果直黑的话 他更喜欢走马二进三 就是假如说你兵器进一 他就足器进一这样跳屏风马对局 炮二平四我估计他也是总结了 最近其他人都这么下 然后呢那个并且黑方 就是大家认为这个阵型比较扎实 比较稳固 阵型比较稳固 所以采用了 红方的选择马八进七 赵德拉选择马八进七 黑方选择了足三进一 黑方足三进一 这个呢强挺足把红马自主 也是一个起礼 红方居九平八 黑方马二进三 红方兵三进一 双方都是把自己的阵型慢慢地展开 黑方居一平二 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马八进七 红方炮八进四 这个局面应该是赵新兴特大比较爱下的进攻方式 通常其他人可能更多的选择会走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没多 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的话呢 他就封不上炮了 黑方肌肉可能会居二进六了 这样就不让你封炮了 这个当然都是各有千秋 是各有千秋 我们看看是 炮八进四 炮八进四之后呢 你马就跳不起来了 这样的话 黑方就多了两种选择 一种是马三进四 一种是炮四进五 假如说马三进四的话 马三进四的话 红方有可能会走炮二进三 这样的话 他就有可能兵三进一 威胁你的时候 马 在赵欣欣特大之前的对局当中 他也是曾经遇到过黑方这么下 他也是这么下的下法 他当时获得了也不错的局面 当然我们刚才说 武俊强大师也是非常用功的棋手 他肯定是自己肯定不会这个 熟知这些 对 熟知其谱 他走了炮四进五 这是串打 串打 这个也是此局面下 就是红方走炮八进四之后的 黑方一个特殊手段 黑方走了是鞠一平三 串打肯定得保住 黑方走炮八平九 赶紧量鞠 我们说象棋当中就是大子必须得活 尤其是鞠 鞠一定得亮 像灯塔一样在外面 然后呢 马呢 也一定得活 当然马 别人也不 也不会给你这么轻易活 通常都是 红方活一个 黑方活一个 这都是比较正常的 现在呢 黑方就平炮 亮鞠也是一个起礼的下法 不过起礼的下法 黑方 红方走四六进五 黑方走炮四平七 红方鞠三进二 交换 刚才这个局面呢 就是炮四平七之外 还可以走鞠九平八 鞠九平八的话 鞠九平八的话呢 如果走鞠九平八 红方肯定也只能 四五进六 吃炮 黑方就是鞠八进七 这样的话 黑方就是快速地 把鞠杀到了 这个比较有力的位置 这样也是一种 这样也是一种 可以抗衡的下法 当然实战呢 他选择的是 炮四平七 对 他选择炮四平七 再回一步 还得回去 他选择十六进五 不对 现在该黑方了 他走了 炮八平九 重新 他走了 炮八平九 十六进五 炮四平七 大马 他走鞠三进二 这样黑方 鞠九平八 红方走了 鞠三平四 红方显然 这个鞠一定要 为这个炮留出位置 他不能老 这样被牵着 不好开展 也是摆脱牵制 摆脱牵制 黑方走了 向三进五 向七进五 对 黑方走了 向七进五 黑方不想 向三进五的原因 就是防止过后 你炮打过来 瞄着我的底相 这个也是一个残局的 一个基本知识 红方走了 是炮二平三 黑方鞠八进七 贴住你 不让你这个鞠 轻易的动 这样的话 你鞠不能动 你炮走了之后 他鞠肯定要换了 红方这时候 走了一步大局观 比较强的下法 炮八平七 通常来说 我们其实我们会说 对窝鞠肯定亏一步 是吧 确实对窝鞠是亏一步 但是这个局面 特殊性在于 红方就是瞄着黑方的底相 并且 如果我不走炮八平七 黑方将会有 马三进四 这样极强的 威胁红炮的计划 所以在这种特殊的局面下 炮八平七 是一种好奇 所以称之为大局观 大局观很好 吃了 鞠吃鞠 回了 这个时候 黑方是走了 马七退八 这个局面 他如果不走这个 他怕什么 怕红方过滑 会有兵三进一的手段 兵三进一 你要拱了 我现在打了你的马 你要飞了的话 可能底下描着呢 他始终这样 有一些牵制 有一些牵制 所以他忍让了 就走了马七退八 红方走了炮三进四 黑方走了 拱八平六 这个肯定得换了 这个肯定得换 黑方 红方四五进四 换到这个局面之后呢 就形成了双炮马 五个兵 对黑方双马炮 四个足的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呢 大家都认为是 快和起了 史大师 你是不是这么认为 就是接下来 你还瞄着这个兵呢 就认为差不多 兵也差不多 然后大指呢 鞠都没了 大家就认为何起了 刚才我们也说到 赵新兴特大师 六脉神剑 他就是进攻非常犀利 进攻非常犀利 那肯定得有鞠啊 是吧 现在鞠换了之后 那你就是全部 在走马炮起了 并且兵也没有多 那是否他能获胜呢 他是不是 还有他这个进攻犀利呢 那我们就过会儿 我们大家观众朋友们 先休息一下 过会儿看看 他的这个马炮起走得怎么样 六脉神剑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讲到 这盘对局当中 双方经过大交换之后 现在形成了双炮马 对双马炮的残局 在之前的 我们就包括 我们专业骑手的认为 确实换到这样的局面 大家军事差不多 有些可能就 草草作战 就结束合起了 但是现代象棋呢 经过就是 大家非常深的研究 通常就是 大家残局也更细化 当面对 就是残局军事的情况下 大家也都会做着努力 刚才我们说到 赵新兴特大 最近的布局当中 他也是飞向增多 说明他也刚柔并济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 他其实还是抱着 先手 想有所作为的想法 去下这盘棋的 对 而且他可能会更加的耐心 更加的耐心 这部棋呢 黑方是走了马八进六 这部棋应该就是有点还手 刚才就像我们所说的 可能是他也对困难估计不足 认为这个棋怎么下也合了 所以稍微一点疏忽 这个棋比较好的下法呢 应该是走炮九进四 赶紧先把兵打回来一个 兵打回来一个 郭华就挺着鞭主 或者马八进九 从鞭上杀出 这个是就比较精确的下法 他实战的话呢 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看 就实战的话 实战他马八进六 我们八进六 洪方呢 炮三进三 一打将 炮三进三 一打将 黑方十六进五 这样的话 洪方有两种手段 接下来他可以走炮三平一 他这样的话 你这个兵就随时打不过去了 我既保住了自己的兵 过会儿又为着我这个炮 打你这个足足准备 我们棋友们会知道 残局阶段 你在马炮棋当中 要是多两个兵 那是非常大的优势 是吧 对 所以他这步棋就是走得有点疑问 就是这个兵足在残局里面 非常重要 对对对 是是是 这步棋呢 当然 洪方实战是 他这步棋打将之后 他并没有走炮三平一 他而走了是炮三退一 他想把这个马控制 他控制马 这个也是不错的下法 这个下法之后 黑方走了 黑方走了向三进一 请问蒋特大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他向三进一的意思就是 防止洪方过三兵 因为你现在这个马呢 暂时不能跳 被我控制住 叫我三兵一过去 我再平四 再下去 两步棋就将你 这个马以后永远动不了 我们说残局的话 马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马要控制住 就很痛苦了 所以他这时候走了 向三进一 防止兵三进一 洪方是走了 八进七 黑方走了 炮九进四 黑方应该先走 主五进一吧 对 主五进一 对 洪方走了兵进 这步棋 洪方应该说走的 也是不是太精确 这步棋 这步棋 他可能更好的下法 应该走炮三平一 就防止黑方打过来 就防止黑方打过来 从实战来看 就是把兵打了之后 黑方也暂时获得了一定的平衡 这个应该说是走的 有一点瑕疵 当然这个我们说 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 就是一些缓招 软招偶尔肯定是有的 不能对一个人要求这么完美 我们现在的讲解是事后 用事后 比如说 通过大量的拆解 去分析这个局面 但是我听懂了一句话 就是说双方的 对调以后 双方围绕的是兵族的竞争 兵族的竞争 从现在来看 应该都是兵族的竞争 现在是 他走了兵器精一 兵器精一 兵是丢掉了 但是他同样 马卫是活了 马卫是活了 获得了一点补偿 对 他拱了 飞了 就是以马卫 黑方走了 抛九斤四 红方 马七斤六 刚才这几步棋 红方就是 换了一个兵 然后呢 兵也不要了 然后跳出来 这个时候 强行把马卫下 跳好 黑方呢 获得了一个兵 就是 吃回了一个兵 形成了三兵对三组 三兵对三组 这步棋 接下来 黑方是走了 竹五军一 应该说是 有一点走得不好 有一点就示弱了 他这个局面 应该 更就是激烈的下法 应该是走 炮九平一 就是更强硬的下法 炮九平一 某兵 这样的话呢 我先吃你一个组 我甚至逼你多一个组 这样的话 让你红方进攻 你红方也不见得 马上就出棋 是吧 当然这个 我们刚才所说了 赵欣欣呢 有六脉神剑的美誉 美誉 并且在这个盘棋当中呢 使这个比赛实行的是 淘汰制 就是在第一盘对局当中是 武俊强特技大师 直红是下合了 这盘棋他后手 他后手总是基于 先合住再说吧 所以这种求稳的心态呢 让他总体来说 就是希望物质力量是平衡的 局面是差不多的 是吧 去接受这个 所以呢 他在这个局面下呢 他走了是 足五进一 他可能 他可能着急 形成一个平稳 平稳的局面 对对对 是 而反观这个赵特达 他感觉他的这个经验 更加丰富 对对对 红方兵五进一 黑方呢 继续贯彻自己的思路 炮九退一 他当时认为 这样打回来就合了 是吧 差不多 这个局面确实按正常我们想法 肯定是向回中间嘛 比如说向七退五 假如说向七退五 他就打了 之四 这样的话 黑方带走马三进五 就是正常就是合起了 但这个时候 红方就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他走了向七退九 这个就是个好奇 这样的话 你兵肯定得打 是吧 你不能说白送我一个兵 残局兵太大了 你打了之后 就跟如果回向在中间的话 黑方是个先手 是吧 你必须补齐 他就比较从人的就应该 这样的话 红方就马六进八 踩双的起 这个起很巧 踩双我就吃了你一个像 那黑方是必须丢 这样了这个局面 黑方只能走马六进五 丢像 他认为这样丢比较好吧 因为丢了之后呢 他认为他这个右马 过滑可以挤住你的 卧场马 是这样 黑方呢 这时候走了 降五平六 先把老将避开 避开江 红方也是马九进七 这个时候 黑方是走了 实在是走了 向五退三 这个时候应该说 黑方更顽强的下法 应该是走马五进四 对不起 退下 黑方更顽强的走法 应该是马五进四 马五进四的话 对对 他应该走 对不起 他应该 更顽强的走法 应该是走马五进六 马五进六的话呢 过滑他服有马六进五 然后抽女炮的起 另外 为过滑就是 黑方 红方炮气瓶 从实战来看 红方有个炮气瓶 打足的机会嘛 这个打足也给少了 是这样 是更完全的下法 应该是下这个 对 等于说这个时候 对 他并没有走出 最完全的下法 他做这个 他下向五退三之后 给了红方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炮气瓶 打足 打了这个足之后呢 虽然看上去我这个 你这个是空性炮 我这个老将位置不好 但是由于黑方的子力 毕竟很少 他没有办法 很快地投入到战斗 而红方的话 反光红方 他这个马也在很前面 然后呢 炮一回来 马上就将配合上战斗了 这样的局面 就黑方优势 就经过这步起 就扩大了 红方现在是多了一个 多吃一个下 一个经过一个兵 对对 是 他这个是 就是优势有点扩大 红方叫连销代打 连销代打 是 黑方 黑方马三进四 他也希望就是 为这个空性炮 增加点支持 对对 红方这步起 又走得非常好 这步起他走得非常好 炮一退伍 非常有大局观的一步起 他不怕你马四进五跳江 你马四进五跳江 他又走得不好起 向七进五 就是说您刚才说 现在他黑方缺乏 这个后援部队 所以共方并不怕 对对对 他这个起也是走得比较好 假如说你出老将之类的 出老将之类的起 他过来这个兵登了的话 兵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局面上 因为他这个兵 很快就能投入到战斗 是吧 对 他准备气象 面对着就是在残局阶段 红方就是应该说非常犀利的 这个残局 这番残局走得应该非常犀利 黑方又有点示弱 他这时候走了马五进三跳江 其实从实战来看的 他这个手还索性 既然走到这里 他手势难守住 他索性还打得比较好 就再吃你一个相 反正也让你有点顾忌 是这样比较好 但是可能他这个 就是当时就是 因为求吻嘛 他以为这样也能守得住 就是他走了马五进三 对 马五进三 是四进五 碰五平六 他可能认为这个局面 他没什么危险 这个时候红方走了一步 非常好的棋 他走了一步 炮三进一 也特别巧 他为什么叫好 因为炮三进一 他能把你这个象吃掉 这个棋 象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象 它控制着你马 投入战斗的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刚才看 他炮五平六之后 他已经封住了 红方这边江 炮一平四 就是将门这边江的气会 那他只能让马 更灵活投入战斗 这样的话 他炮三进一之后 眼看着炮一进八 打你象 象肯定要丢 象丢了的话 我的马就能运回来了 是吧 对 这个是特别好的棋 这部棋 应该说 我估计 这部棋应该是 黑方就是马五进三 刚才跳江 没有看到的棋 假如说他看到 红方有这部棋 他肯定索性打相了 反正我守着 守不住了 对 打相 推 黑方马三推一 马三推 红方呢 就是炮一江 黑方 向六进一 红方是炮三平七 打相 红方炮三平七 打相 黑方马一推二 他这个局面呢 就是走到此呢 红方是进多了两个项 对 进多两个项 应该说就是一个 大优 大优了 应该说只要出力的得当 他引起机会是非常大了 他退马 他走了不退马 他走了不马 七退五 马七退五 也是个不好棋 他准备把马运到这边来 这是 四五进六 红方是走了马五进四 这步棋又是个好棋 跳到险地 看上去正好保住 保住把马运到这边来 继续贯彻自己把马 右转的思路 这个棋是非常强 这样的话 红马要一投入战斗 黑方就是说 就 兵临城下 红方就兵临城下 黑方就彻底很危险了 关键就是 黑方可能会手忙脚断 对对对 推马 是 黑方是推马 是吧 推了马 红方马四推二 马四推二 马四推二 好 这样没有平 这样的话 是 你要平降 不平降的话 郭华也 兵也会下去 也很危险 将来 他也下兵 下兵 守不住了 这个马又被他赶回去之后 那你肯定是 进攻力量也没有了 就是 坐以待毙了 刚才在这一段 就是 红方也是处理得非常犀利 从得了像之后 马运回来 运得非常好 又运到这里 接下来送兵过去 这个已经是盛世局面 只要他把握得好 肯定就是 马上就要获胜 黑方走了 马二进四 红方 兵三进一 现在黑方也很难 防守了 黑方很难防守 这个马还回到最差的位置 是吧 这个位置是最差的 就出不来了 红方就是 马二对四 这个局面比较好下了 比较好控制 他推马 红方 马四推五 他把马回到比较好的位置 控制点比较多的位置 黑方这手走了 马六推五 马六推五 黑方这手应该说也是 局面是败事了 但是他总是希望再走一下 看看有没有可能 红方再给他一些机会 当然红方也是 酒精沙场的这个名将了 肯定不会给他放过这样的机会 红方走了是 炮七推六 炮七推六 黑方走了 加五平四 加五平四 红方走了 炮七平五 炮七平五把你这个马要赶开 红方走了 炮六平五 红方这手走了 炮五平六 这个局面呢就是 虽然可能红方走的有一点重复 但是无所谓 因为它是个盛世的局面 他只要拿住不走错 然后黑方迟早会出漏 是这样 他还紧将 对 紧将 红方走了 炮六平二 炮六平二 准备炮到这里来 又憋住你的马 对 黑方走了 退马 马九 退七 红方走了 点炮 炮二进五 炮二进五吗 对对 就到这个位置 被下兵做准备了 黑方走了 马五进六 马跳到这里来 现在黑方很无奈了 黑方都是很无奈 红方又把你压缩空间 炮二平三 他马又回来了 马又回来了 可能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的 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了 下兵 红方下兵 下兵再保住 马七进九 马七进九 他兵三平四 嗯 兵三平四 是马 马跳 马五进四嘛 红方就炮一瓶二 这样的话 黑方看见自己 假如说我马九进八跳 是吧 马九进八跳 他炮二推一将 我下降 他马五进六 我降五平六 他兵四进一 也将获胜 连将杀 连将杀 这样看到这个局面呢 武俊强也就是感觉没法抵抗了 就认负了 这样经过这一盘 就是残局阶段的 非常细腻的胜利 六万十年赵一新特级大师 又为自己的冠军 增加了一个冠军奖杯 对吧 所以他也是获得了 今年的明山系列赛 总决赛的冠军 也在我们浙江平阳 赵一新特级大师呢 也是浙江人 应该说也是半个老乡 在自己老家也是算 问鼎冠军 应该说是非常值得祝贺的 当然武俊强在这次的表现 比赛总体表现当中 还是可圈可点的 他分战赛就赢了王天一 分战赛就赢了王天一 总决赛赢了孙永珍跟张国如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两位棋手都能再获佳绩 是吧 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多关注 多关注向其世界 今天比赛我们就为他 大家讲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再见